那么从现在开始 我已经从悲伤恐惧 到对真理和正义 以及对历史的责任的追求 为了我深爱的丈夫 为了我年幼的孩子 为了我的祖母和人民 为了所有的妻子和孩子的丈夫 不再被消失 虽然见不到我的丈夫 但是我们始终心灵相通 我相信他会支持我这样做 这件事情属于公平正义 属于国际社会 这件事情也属于 我最爱的祖国和人民